除了福州路上的这家老字号的餐馆 我们的记者还来到了云南南路上的一家百年老字号 一进门就看到前台服务员在玩手机 点餐过程当中 这服务员还几次是左顾右派 还与他人闲聊 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记者 只是调查了两家老字号饭店 并不一定能够代表老字号企业的总体情况 那么大家对于老字号的印象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市民的声音 看来市民们对于老字号的服务态度 还真的是挺有共识的 应该说老字号们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 和他们的知名度招牌菜是密切相关的 不过当味道不错和服务不佳 成为老字号的两面的时候 消费者会为了美食而忽略服务吗 我们继续来听市民怎么说 那还是要看他那个看好不好吃吧 对主要其实是来吃的 其实服务态度只要不是特别差 其实都是可以的 如果实在好吃那也无所谓 会影响到心情的 影响到食欲种植 那不应 因为毕竟现在那种饭店很多 所以就是选择的余度也多了吧 我也不太愿意 因为我要到热情一点的饭馆去吃饭的 有人戏称到老字号饭店吃饭 味道越好服务就会越差 这两者是呈反比的 这虽然是一句细言 却也反映出了目前老字号存在的问题 其实老字号之所以能够成为老字号 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顾客口碑当中 梳理起来的 字号老 品质和服务不能老 不肯俯下身段服务客人 端着老大做牌肯老本 消费者迟早是会用脚投票的 费者迟早是会用脚投票的